尿急尿频就是属于一种膀胱刺激的表现 那么这种症状出现的时候 大多数的原因是属于尿路感染的时候 出现膀胱炎症的时候会出现尿急尿频 那么这种可以表现在女性的急性膀胱炎 或者说男性的前线增生都可以出现尿急尿频 那么它的主要原因还是膀胱逼尿机不稳定所导致的 那么它也可能是由于这种感染刺激膀胱逼尿机 导致逼尿机不自主的收缩 或者说由于长期的尿逐流 膀胱逼尿机带长性的肥大 出现逼尿机不稳定 也可以出现这种尿急尿频 那么尿急尿频的治疗 也就是要用什么药呢 那要针对不同的病因来决定它的用药 如果说它就是一个很明确的细菌感染 那我们通过服用这个敏感的抗菌药物 那就可以很快的很好的控制这个尿急尿频 那么如果它有排尿梗阻组呢 那我们要解除这种梗阻的病因 如果它是其他的一些因素呢 那我们要针对病因进行治疗 那所以说的尿急尿频的病因不同 那它的用药也是不同的 这是隐瞻的病因 f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